为了强化非洲猪瘟防疫工作 农委会依据动物运送管理办法及屠宰作业准则 强制规定火猪与土体运输车辆 必须装置及时追踪系统GPS 让主管机关农委会透过GPS查询运输路线 监控火猪与土体流向 防堵重大猪病传播途径 建立疫情追溯机制 GPS的话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 知道它的去向 那现在的这个GPS的话 它跑过的轨迹 我们都很清楚的 除了高速公路以外 它跑过了哪些乡镇 跑过了乡镇的路线的周围的一公里之内 它是不是有可能就会把病毒 上坡到别的场里面去 这个都是我们用这一次用GPS的系统 来把这个盲点把它补起来 农委会表示当疫情发生后 可以利用车辆轨迹或是历史资料 进行以车追厂 以厂吹车的方式 针对发生案例的厂区 划设半径三公里的移动管制范围 并针对运输车辆发出警示通报 甚至禁止运输车辆跨越线市 这项规定已从7月1号开始实施 有一个月劝导期 八月则是严格执法并限期改善 目前国内有1425车辆已在6月底完成装设 还有565部车辆正在申请中 后续防检局将与地方卫生机及防疫机关 查核运输车辆是否加装GPS系统 否则活桌移动保法3000到15000以下罚缓 土地井内战则依序幕法3万到15万以下罚缓 呼吁业者尽速加装以免受罚 远时新闻 湖村大陆 台北市采访报导